大家好,我是Andy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卓遊是Dice Miner 由Alice Games出版 Georgia Debonis和Nicola Vitesky所出計的一款遊戲 這款是Dice Drofting和Sick Collection的遊戲 玩家扮依著矮人的英雄到礦山去收集不同的資源 和對抗不同的敵人和危機 遊戲一開始的時候 每個玩家都會選擇一名英雄 而每位英雄身上都有色的圖案 代表他們與生俱來的技能 遊戲會進行三輪 最後得分最高的玩家就會成為贏家 遊戲的流程也非常簡單 每個回合,色就會隨機分佈在礦山上 玩家就可以選取最上方的色字 如果你有啤酒的話 你就可以紮出一個啤酒給你的對手 然後額外選取多一顆色 而那顆色可以選擇在礦山外側的色 當礦山的色被玩家拿完的時候 就會進入魔法時間 大家就可以使用魔法色 每一個魔法符號就可以重摘該數量的色 不過危害色就不可以被魔法色重摘 接著就去到計分時間 首先就白色色 白色色的計分方法就是 每一條由一開始的蛇 都會將它面向的數值加起來 好像你有1,2,3號色的話 你的得分就是6分 接著第二種顏色的得分色 就是黃色寶藏色 每個寶藏符號都會值1分 而高維合有最多寶藏符號的話 就會得到雙倍的分數 而黑色的危害色就會扣分 每一個巨石或龍的符號就會扣1分 但如果你有工具的話 就可以將巨石的減分變為正分 而你有盾牌的話 就可以將龍的減分變為正分 危害色的得分就會和你工具的數目相成 計完分之後 如果你有寶藏符號的色 你可以將該數量的顏色保持 並放在你英雄的上面 然後就重摘你其餘的顏色 然後我們就會填滿曠山上面的顏色 然後遊戲就會進行多兩輪 最後三輪加起來得分最高的就成為贏家了 這隻是一隻輕度策略的遊戲 顏色和曠山的造型非常精美 設置出來大家都會有很想玩的感覺 而遊戲的節奏非常明快 15至10分鐘左右就可以完成一局 而一個有這麼多顏色的遊戲 它的定價相對來說也算是抵賣的 不過缺點來說也挺明顯的 就是有很高的幸運成分 因為得分的方法尤其是白色色 如果你沒有1號色的話基本上是沒有分的 就算重摘的話也是另一個幸運的遊戲 而角色的技能也不算很平衡 因為明顯有工具或盾牌的英雄都會較為佔優 不過總括而言 如果你想一個增添一隻 可以玩得開心容易上手 和入門的小品遊戲 這隻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就算連對色有怨恨的HAPPY 也大讚這隻遊戲是好遊戲的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遊戲 就是ShipGrek Akana 是一隻支援2至5人的合作邏輯推理遊戲 遊戲非常簡單 玩家的目的就是把這個圓餅 分數代表的指示物 就拿到7分就為之完 而以此同時要避免這個Tomb Token 推到最後的7分 只要拿到這個分數 拿到7分才會贏 否則如果這個推到這個 尾就會完就輸遊戲了 那玩法是怎樣玩的呢 首先外面會有3組 1至7的號碼 就會放在這個圓袋裡面 這個黑袋裡面 這樣玩家就需要在這個袋裡面 就RAMBOM抽了其中兩隻出來 好啦 這樣玩家就需要在這兩個袋裡 在這個袋裡就抽兩塊其中一個出來 然後就只有自己看的 就利用這兩個號碼 選擇其中一塊 是放在外面4張卡以上的 那放就不是亂放的 就根據它能夠放的條件可以放進去的 那譬如這個 小過5 若果你的這些叫做Face 即是如果你的Face 是5加上5或者小過5的話呢 就可以放其中一個在這裡 那這個剛剛好呢 就可以放到其中一顆在這裡 那這個呢 這個呢 147是代表 若果你其中有一個是147的話呢 而另一個不是的話 就可以放在這裡啦 那這個呢 代表呢 若這兩個Face 那個Difference 那個相差呢 是4或者以上呢 就可以放其中一顆在這裡啦 那其實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只能夠放在這裡啦 那另外一塊呢 就會蓋轉的啦 那大家就根據我放這一塊的Face 放上去的情況之下 就猜 究竟我這一塊是什麼來的 那大家每個玩家面前呢 都有排號碼啦 就是給大家 按照到底這一塊是什麼來的 那OK 那玩家 當一個Active Player 放了一塊出去之後呢 其他玩家就可以決定 究竟猜這一塊是什麼號碼 或者不猜就行的 那如果到下一個呢 下一個玩家 都是由這個袋裡 倒滿兩塊 就做回同樣的動作而已 那如果猜呢 猜猜對了的話呢 譬如我猜猜對了這塊的話呢 玩家們呢 就可以把這塊綠色這個餅 就向前推一格 否則猜錯了呢 這個DOOM Token 就會向前推一格的啦 那以此同時呢 每個回合結束的時候呢 都會檢查一下 究竟這一張卡呢 會不會叫做飛走會消逝的 那怎麼看呢 那每個張卡下面呢 都有三個公仔符號啦 是代表可以吃到多少個這個號碼旁邊的 的點點的 那譬如這個呢 可以吃到三點啦 你發覺呢 號碼越大呢 是會 越厲害的點點的 那若果你一個 不幸運的一個放了一個 大號碼在 在旁邊的 比如這個這樣 放了在這裡 這樣呢 再吃多一個的話呢 那這張卡呢 這張卡呢 這張卡呢 就會消逝了啦 那若果消逝的話呢 這張卡消逝了的話呢 就會推前這個DOOM Token呢 是兩下的 那若果 其他玩家 成功猜到這塊的話呢 這張卡 飛了之後呢 是不需要靠這個的 那飛了之後呢 就會在這塊呢 DAT呢 就會補回一張在這裡的位置啦 以此同時呢 這張飛了之後呢 有個叫做 Ability 是給其他玩家呢 在遊戲的後期呢 可以使用的 即是多個Ability 去篩選 其他玩家 究竟放出去 剩下這塊的號碼是什麼啦 大概就是這樣玩啦 那我輕輕說一下 這隻遊戲究竟的好處 還是不好處啦 那不用說了啦 這隻遊戲呢 他的部分呢 是絕對是一流的 看看他根本 每個Token 和他的卡 是完全是高質素的 那些卡 是不是單純普通的字卡來的 都 都幾耐耐用一下啦 看看看清楚一點 是有起文的那些來的 而這張卡 都是很漂亮啦 那另外呢 容易教啦 這個遊戲很明顯 我教了一會兒 其實基本上都是 像邏輯推理 擺數字的遊戲啦 那是非常容易教的 一會兒 幾分鐘後就教完啦 那加上他的 重換性是非常之高啦 因為 那麼多個不同的 combination啦 再加上其實這張卡 整個二十多張卡 每一張都有不同的 邏輯 邏輯規 的邏輯題 在這裡啦 所以基本上 抽四張出來 再猜 那個重換性是非常之高啦 那麼他的不好處就是呢 根本這隻遊戲呢 雖然叫做 Suit Quack Akena啦 但是呢 他完全是沒有一個 叫沉船的film在裡面 基本上 塔羅這樣之餘 其實塔什麼film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另一件事呢 就是 這隻遊戲呢 華塞是合作推理啦 但是呢 都需要找些 真是有清晰頭腦的朋友一起玩呢 才玩到他的味道 否則呢 你其中一個豬隊友的話 都好容易死 因為這隻遊戲呢 就 玩七分的而已 但是呢 你想一下 其實輸七下呢 就會死的了 還有呢 有些卡呢 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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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剛剛又不可以 能夠 猜到你的隊友那塊的話呢 這條track 是會推得非常之快的 那所以呢 一定要找一個豬隊友 找到一個豬隊友 跟你玩的話 這隻遊戲呢 是不是令到他們緊張 是令到大家 是令到一個 彈射的邊緣的感覺 就會覺得這遊戲一點都不好玩的了 那我們BG-Pod 就會給這隻遊戲 是一個 緊張的 因為呢 我們玩完之後呢 都覺得這隻遊戲 是非常之 緊湊啦 時間又不是玩很久啦 大概半個小時 玩完一局啦 玩完呢 都會想再挑戰再玩的遊戲啦 再加上呢 它的變化性非常之高啦 那我們玩完之後呢 就好似我們中學時代玩的那些 Pepper 揭四張出來 鬥快 計二十四 那個 那個數字遊戲的感覺 那樣的 真的非常之喜歡計數的人呢 是很適合玩這個遊戲的 那 就是 和大家介紹這隻 就是 Supwake TheSupwake Arcana 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onathan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做一個快的review 講一個 由Werthington 廠出的 Hidden Strike American Revolution Werthington 廠 大家不知道呢 我就說一點背景啦 這間廠一般 就出一些 比較輕的 容易學的遊戲 而那些遊戲 一般都會 著重於 歷史主題 或者戰燈主題 而這隻 Hidden Strike這隻遊戲 以我來說 我覺得它是一隻 十分之容易學的遊戲 相等於 這個 Pandemic 等級 而玩法也有一點 感覺也有一點似的 好 事不宜遲 我現在立刻和大家介紹這隻遊戲啦 首先和大家講一下遊戲的歷史背景 時間回到1765年 經歷了七年戰爭的英國 為了解決財政困難 就向當時北美殖民地輸入的日用品 包括玻璃 以及茶葉 徵收大量的關稅 就因為這樣 引發了之後的波士頓茶葉事件 而這件事更加成為日後的導火線 引發一眾北美殖民地 反應情緒 到了1775年 北美民兵組織 終於在 Lexington 開了第一槍 為美國獨立戰爭 揭開序幕 等等先 這個不是說歷史節目 對美利堅合中國建國歷史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等下我之後有沒有機會說 現在說回遊戲先啦 Hidden Strike 是一個car driven 加這個Airway Control的遊戲 玩家就需要將英軍趕出殖民地 你遊戲版圖看到 左手邊是玩家控制的北美盟兵組織部隊 而右手邊就是橫跨太平洋的英軍 右下方白色的部隊 就是當時英國的死對頭 包括法國西班牙派過來幫美國的援軍 遊戲的勝利條件 是最少控制四個殖民地 而控制殖民地 就需要有至少八點 而且比對方高兩點的戰鬥力 部隊戰鬥力 就用了這些木頭 代表 正方形有一點戰鬥力 小一點的長方形有兩點 而最長的長方形 就有三點戰鬥力 現在講完遊戲歷史背景和勝利條件之後 我現在就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遊戲流程 這個遊戲流程非常簡單 首先 這個玩家在英國的deck那邊 就抽了一張牌 翻出來之後 就執行上面的動作 好像這張牌一樣 他就要在這個Mid Atlantic 這個地方 增加 這個兵下去 所以現在這個地方 英方有四點 而我們只有兩點的攻擊力 執行完之後 將英國的牌 拿去Discard Pile 輪到玩家的Action 玩家一直會有三張手牌 三張手牌 就拿一張去執行 除了 跟回它 告訴你你可以在哪個地方增兵之外 或者會有一些Effect牌 執行上面的Effect 如果你不想打牌也可以 就可以起一張手牌 然後 將你一點戰鬥力的 的民兵 就可以升級變成 兩點戰鬥力的民兵 又或者 如果你這個地方 已經有兩點戰鬥力的民兵 你就可以起兩張手牌 就將兩點的民兵 變成三點的 更加高級的兵 就可以 跟英方打成平手 好了現在 最後一個動作就是 什麼都不做 棄手牌 棄手上的手牌 然後摸幾張手牌 去換牌 而這個基本上 遊戲就是一直 英方美方 英方美方 玩下去 直到 英國的Deck 或者是美國的Deck 都用完了 遊戲就會結束 你看看哪個佔領到的 殖民地多那邊 就獲勝 如果Tie的話 就在英國那邊 當英方贏 又或者有即時勝利提卷 如果任何的時間 英國英方或者美方 可以佔領到四個殖民地 就會即時結束 好了這個遊戲就是這樣玩的 現在我就跟大家說一下我對這遊戲的評價 這個遊戲簡單易學 只要幾分鐘就可以學會玩 遊戲卡牌效果 亦都忠於歷史 所以我玩完這遊戲之後 我對美國的歷史也有大大的認識 另一點就是遊戲一共有五個模式 包括單人 合作 二對二 一對N 以及隱藏身份模式 雖然我只試過單人模式 但我相信這是一個遊戲的賣點 最後我覺得這個遊戲的配件 和畫工製作都十分精美 當然Artwork 當然是見仁見智 但是我也有兩點要批評這個遊戲 首先遊戲的難度相當高 我到現在都未贏過 需要加入變體規則 去調整難度 而另一個缺點 亦都可能是這個遊戲的賣點 就是這個遊戲雖然有很多模式 但未必個個好玩 今天又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現在就交回其他主持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的就是這個Oriframe Base 就是這個傅曉之城2的Stand alone擴充 首先 傅曉之城1和2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不同作者 亦都不同遊戲機制 唯一相似的地方 兩款遊戲 都是要有一點點觸心 遊戲的玩法 基本上就是玩六個回合 每個玩家會有一疊 角色牌 那疊角色牌有十張 就會將它洗雲抽走其中三張 就保留七張 那這七張每個回合 它就會出一張蓋上 就放在外面的位置 就好像排隊那樣 你每次出牌 只可以出在前 或者在後 就是那個對列的最前或者最後 然後就會進行這個 揭牌的部分 你可以選擇 在你自己的牌上高 擺一分 又或者選擇 揭了那張牌 發動上高的能力 而牌就分兩大類型 分別是角色牌 和陰謀牌 角色牌和陰謀牌的分別 就在於陰謀牌 只會發動一次的能力 發動完 將牌就會移除 而角色牌就會保留 在行列上高 每一次 到這個揭牌的階段 都會發動一次的能力 遊戲就會是六個回合 即是說你總共在七張牌裏出完六張 最高分數的玩家 就會獲勝 詳細的規則 我們之前在這個新舊決 都有講過 有興趣可以去那裡看 這次為什麼擴充都特別要講呢 如果有看之前新舊決的朋友都知道 這遊戲當時我們 其中一個批評的位置 就是覺得它的重玩性 因為角色牌 其實在Core Game裏 就是只有這麼多張 雖然說每一次會抽走三張 但是 始終 變化 都是有限的 但是 現在出了這個Stand-alone的擴充 首先 第一件事就是 它本身 就有 跟Core Game 一樣 那麼多的角色牌 而角色牌的能力上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其實它有多了很多 二選一的能力 就是說基本上很多牌一張牌會有多過一個能力 又或者有不同的 條件底下 你會發動的能力 那麼 更加重要的就是 它這次在遊戲裏面 就 因為它是Stand-alone的Expansion 它自己本身可以獨立玩 同時 亦都可以和 Base Game combined一起去玩 而 combined的方法就是 將不同種類的卡 分成 不同的 答數 然後在裡面 就隨機抽 一定數量的牌 就組成 它一開始 那十張牌 令到整個遊戲的變化 就幾何級數的提升了 就解決了 Base Game 其中一個 很大的 被人投訴的位置 而我自己玩過這兩個 組合之後 我自己會覺得 遊戲的無論深度 互動性 都進一步提高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由於你不知道 對手的手牌上高 卡牌的能力 尤其是加了這個擴充之外 就令到 大家要去猜測的部分 就會進一步提升 而它 裡面的無論卡效 又或者是 這些指示 亦都越來越清楚 我現在左手邊這張 就是第一版 它第一版的時候 連角色 和陰謀牌 都還沒有 分開 經常有人問 這張牌 發動完之後 會不會移除 但是現在就很清楚 角色牌就會留在 場上高 而這個陰謀牌 就會移除 就會令到 整個遊戲的流程 更加 暢順 而最後 我只會覺得 就是 收納 如果在Core Game 如果有看也知道 我們也有投訴過 那個盒 是這樣拉開 有時候 一拿起 就會倒閉 這些東西出來 而這次也有聽到 大家的意見 它就改了 打 右手邊 開 就像一個洞 在這裡的書 就不會倒射 而更加重要 就是一個盒 基本上已經可以 安裝了 兩個 遊戲裡面的 所有的 包括 卡牌 包括 裡面的 Token 甚至 說明書等等 就非常之 方便 帶出街場玩 而遊戲的重玩性 剛才也說過 就非常之適合 一班人 三至五個人 就可以去玩一局 好好玩的心機遊戲 不能不提 就是 這遊戲 特別在 人少的情況 即是三和四人 去玩這個心理戰的 體驗 是 少人玩得到的心理戰 好 今天要介紹的 就是Oriframe Abase 的擴充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等待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起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面 聊天 選擇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Bye Bye